应该立刻对路程实施建访吧 你说什么 监视路程 我是群组队长 行动 进行一次地态式搜查 这天出发呢 突然有特别的练习 做好行动好没 孙琦又被杀了 马上 路程的混蛋 咱也没想挂我 这我辈子 路程把对付罪犯的招 用在咱们身上了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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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什么 我马上过来 入城 你为什么晚到 其实我已经晚到了 包包边 为什么不等你来再走 其实我把保平的也是 谁知道 可是 特别人不吃 可是 这怎么回事 他是小女 他是秦大夫 这是我们陆队 别救了 其实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不过我们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 但结果还是 行 知道了 休息一下 人呢 简直胡闹 李宗盛 这责任由我来负 你负责 人都死了 你负什么责 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掌握的VD线索 就这么断了 怎么挽回呀 担心什么事 出什么事 赶紧把事故报告写出来 我请求处分 处分就完了 就这样吧 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那我走了 再来 再来 我根本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该没了 干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真是见了鬼了 听人不乱 吃多了 陆队 陆队 这是我请求处分的报告 陆队 李局有请 这事啊 陆队在说 看看上面什么意思 你啊 好好工作 别糊涂乱笑的 去吧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啊 欢迎 陆队 陆队 这里对咱们的工作很不满意啊 是这样 咱们的支支队人手有限 再加上这个案子牵扯面这么广 省刑侦总队派下部分同志 再成立一个专案组 咱们原来专案组的同志呢 就协助他们工作 这次欧阳作为总队派来的人 来负责这件事 是不是因为许小燕的事 别瞎想了 在这之前就决定了 欧阳又不是外人 从咱们这出去的 对咱们这也很熟悉 我看 上边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陆长 把你所有的卷宗和排查结果 交给欧阳 让他早点熟悉 你看着挺疲惫的 最近挺烦的 老出事 大成 陆长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 这没什么 干我们这行的 工作不顺利 那是正常的 现在欧阳回来了 你们就好好配合工作 争取早日把案子给破了 从目前情况看 犯罪分子是有组织的 而且组织极为庞大 所以我们必须大面积的撒网 虽然现在明线都断了 可是排查工作还得继续认真做 下面我把具体分工情况说一下 医院方面的调查 刘强 你负责 文物拍卖会内部工作人员的情况 卫群负责 欧阳 那原来负责这个案子的同志干什么 前段支队的同志很辛苦 听说有很多同志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坚持工作 当然 成绩也很大 现在你们除了协助总队的同志 可以适当休息一下 我也真够背的 好不容易被调查完 刚想有机会学耻了吧 又赶上欧阳这次大屠杀 多好啊 难得咱们清闲 我觉得欧阳做的有点太绝了 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哼 那也没这么烧的 这不等于把咱们全盘否定了 这你也不能怪他 咱们安慰没破竟出事 换了我也会这样的 诚哥 嗯 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啊 这不是你风格吧 什么风格不风格的 哎 我是不行了 我看你是喝醉了 呵呵 哼 我倒是喝醉了 哦 就像是什么呢 了 コ energy 事范 好 你呢 安葡萄 都是这虎福闹 一个破玩意儿 害死多少条人命 还羊之欲 我看 连羊肉串都不如 起码还能解解馋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个小和尚 站在船上 看着那船帆 特别奇怪 就对身边的师父说 师父 那帆怎么在动呢 因为啊 根本就没风 师父就说呀 没翻没动 风也没动 是你的心在动 所以啊 咱们不能怪那只虎福 要怪啊 就得怪人心 让人丢掉性命的 就是人心的贪婪 喝啊 行啊你 越来越有学问了 犯罪心理学研究生嘛 怎么没见 哎 打错了 这号老忘我这打了 你啊 也别怪欧阳 你多帮忙他 早点把案子给破了 怎么是我呀 你更应该帮忙他 哎 你可得抓点紧啊 这次欧阳回来 我觉得他和以往有点不一样 工作上的事咱不说 起码应该打一个招呼 你哥不说了吗 他是从学习班回来的 我说你怎么就不着急呀 我算看出来了 现在是我动 欧阳动 就你一个人不动 你说实话 是不是变心了 不喜欢人家了 是不是那个什么张希闹的 啊 现在啊 没有人能让我动 在我心里 只有我妹妹 陆程 查资料 案子怎么样了 展示还没什么进展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吗 没听见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这次回来挺仓促的 事又急 没能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聊聊 哪天你跟马超去我们家 我给你们做顿饭吧 大家好好聊聊天 没事 你挺凉的 改天再说吧 好 那 我先走吧 没事 请进 宝萍 坐 有事吗 有点事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欧阳 我也是个老警察了 从丢虎服以后 有很多问题 我都没有弄明白 后来我突然有一种想法 把我吓一跳 我忽然想到 是不是我们内部有问题 但这个我没跟任何人谈 事实明摆着 如果内部没问题的话 徐晓燕肯定死不了 欧阳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可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 我知道在徐晓燕的事上 我是有责任的 不不 宝萍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 这几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天了 有三个疑点 第一 那个特护病房是我们的秘密地点 罪犯是怎么摸进去的 第二 罪犯是怎么知道这一夜是由我来值班 而且利用我孩子住院将我引开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第三 罪犯是怎么知道替我值班的人是叫贾如风 如果他不知道叫贾如风的话 护士小李不会让他进特护病房的 你想想 如果内部没有人通风报信的话 罪犯怎么可能做到这一切 宝萍 你的想法没跟别人提过吧 没有 谁都没有说 那就好 我希望在事情查清楚之前 你不要向任何人提你这些想法 明白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怕影响内部团结 你放心 我不会乱讲的 我来时也是偷偷摸摸来的 没别的事 那我就先走吧 行 谢谢你宝萍 这些事啊 在我心里憋了好久了 今天一吐没快 慢走 立局 我想在调查案件的同时 让纪检委的特别调查科 对参加过虎福安保的所有警员 进行一次排查 为什么 我想 我们必须有一支纯洁的队伍 才便于更好地展开工作 你怀疑我们内部有问题 是不是有人向你汇报了什么 是有人向我汇报过 但在他汇报以前 我通过接手的材料 已经发现了很多疑点 说说看 汤中该回来了吗 爸 他昨天晚上已经回来了 哦 我知道您这次一定要用他 所以让他提前回来做一些准备 他很安全 你是长大吧 这样 你先去准备一下 让他在电话中 先和孙启明接触一下 我们千万不要硬着 好 罗阳 你提出这些疑点 确实让人费解 但这并不能说明 问题就一定会出现在我们内部 是不能确定 但毕竟有可疑之处 所以才有必要进行一下调查 查不出问题更好 从此咱们可以高枕无忧 大胆往前走 如果查出内部有问题 那我们的工作就算没白做 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样的调查 对那些清白的概念来说 太不公平了 万一有人不小心传入去了 那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 到时候我们内部 可真的会出问题了 欧阳 这可是不嫌弃啊 李居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什么事都会冒风险 您不妨反过来想想 如果不进行调查 那些清白的警员 都将成为被怀疑的 对象 调查恰恰能还他们 一个清白之身 更重要的是 万一 内部真的有内奸 我们又没有及时地 把它清查出来 那对案件的侦破 将很难推进 李居 我知道你是一位 爱兵如子的好领导 您不忍心 行了 没必要说这些 我呀 反正对这件事 我吃饱留意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这么做 那你就做吧 但是 一定要做得绝对隐秘 否则传开了 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 如果我们内部真的有人不对劲 那可就更会利用这件事 把局面搞乱了 您放心吧 小妮 你在学校是学刑针的 是啊 那你说说 一个房间 对于一个小偷来说 他怎么能轻易地进来 偷了东西 还不留下任何痕迹 欧阳姐 你是不知道 还是在考我 当然是我不知道 这是一道脑机挤转弯啊 你是说有答案 是啊 说说 钥匙 是脑筋急转了 钥匙没错 可他如果没钥匙呢 走 去监控室看看 你吓我一跳 陆程 你怎么在这儿 我妹妹有消息吗 还没有 不过你别着急 再等等 我没办法和他们联系 只能等他们的电话 成功 1分 3分 1分 3分 2分 2分 1,2 匙 4,2 匙 1 匙 1,2,3 匙 1,2,3 匙 2,3 匙 1,2 匙 1,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符 我哪有那东西啊 你是谁 你不会说我是偷了虎符吧 孙朗先生 我不开玩笑 有人想买的可不是那只丢了的虎符 是另一只 我看你是在开玩笑 我怎么不知道我手里有虎符啊 你是谁啊 您如果要买 自然就会知道我是谁 您愿意买吗 价儿有您出 我没有我卖你什么 你找错人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那孙小月原来是孙启明老先生的女儿啊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就想抽个时间拜访一下孙老先生 听听虎福的故事 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啊 行 没问题没问题 谁啊 对不起 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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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正找您呢 继检委那边有初步结果了 您看是不是上午咱们一块去一趟 这么快 李军 这是特别调查科的小王 李军 坐吧 李军 我们是从警员的个人收入情况开始查起的 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这是再查报告 你念念吧 陆成 陆成 陆成的父母早王 只有一个妹妹 可以说是陆成将他一手带大的 目前在国外读书 全额奖学金 基本不用陆成负担 陆成的个人收入是1500元 没有任何不明收入 马超 马超的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退休 也没有特别需要金钱的情况 马超的月收入是1200元 也没有任何不明收入 陆平安 月收入1000元 半年前 他的老婆得了癌症 一直在住院 至今已拖欠了医疗费近2万元 但是没有查出他有任何不明收入 陈大成 他的父亲在一个月前摔了一跤 导致中风 几乎成了植物人 我们调查了一下 他的父亲有相当机会可以康复 但是手术费相当贵 跟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达到的 但是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不明收入 他的父亲现在已经被接回家了 全身瘫痪 可能只能永久地卧床了 还有黄宝萍 胡闹 简直是胡闹 你们应该查查我 看看我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没问题 也带不出这样的警员来 家里有那么多的困难 没一个请假的都在坚持工作 甚至没有一个像组织上伸手要遮要纳的 你们却在背后查他 真好意思 也不觉得脸上发烧 那我们还继续查吗 继续查 是这儿啊 是啊 真漂亮 听我爸说啊 这是我们家组上传下来的房子 文哥说被没收了 文哥后才还给我们家呢 小月姐 你回来了 小文哥可对你好长时间了 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吃饭啊 吃饭就免了吧 我再吃啊 我再吃啊都长成肥姐了 你要有空就请陈平吃吧 他啊正长身体呢 别拿我说事啊 我开玩笑的 改日吧 今天我有客人 对了 这位是欧阳警官 来找爸听故事的 这是我弟弟陈平 我爸那点生意啊 全靠他来打点了 这位是宋小鹏 他们家跟我们家以前是邻居 他爸跟我爸 还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现在回国了 做投资 算是资本家吧 欧阳警官长得是真漂亮 改天请你和小月一块吃饭吗 我看行 就这么定了吧 你们先忙 我们先进去了 好 这边 沈平 你说这欧阳警官 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肯定是来找我爸看古董的 他们警察一抓到文物犯子 就来找我爸监定 好了 沈平 我先走了 有时间我再来找你啊 好 再见彭哥 爸 我回来了 这个就是我爸 在这条古玩街上 也算是个名人 是不是啊爸 哪儿啊 您好孙老 您好您好 老爸 这位是欧阳警官 是警察同志啊 看不出来 我还以为是来买东西的呢 现在啊 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 有钱的可真多呀 欧阳警官 是不是又抓着什么走私文物的了 不是 我今天来啊 是想听您讲讲虎符的故事 怎么 虎符还没找到啊 没有 爸 您也不请客人坐 你看老糊涂了 欧阳警官 请坐请坐 你们坐 我给你们沏茶去 孙老 我在虎符拍卖的资料上啊 看到过一些 关于虎符的介绍 可上面并没有说 这只虎符是怎么流失出去的 您知道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对虎符的了解 也都是从书本上知道的 在史书上清末之后 虎符就没再出现过 来 喝茶 来 喝茶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 说虎符在清末之后 曾经留到过我们这儿 其实 这都不过是捕风捉影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呢 是因为当时公立管 古王库的一个太监老家在我们这儿 后来古王库被大火烧掉之后 虎符下头不明 于是就传说 这虎符落到了我们这儿 其实 不过是猜疑而已 没有任何根据 孙老 打扰您了 以后有机会再来向您请教 哪里哪里 我肚里这点旧货 要能为你们服务一下 也是我的荣幸 再说我们小月有你这样的警察朋友 我也放心呢 以后小月还请多多关照 小月哪用我关照 他那马超是我同事 有他关照小月安全着呢 马超 我怎么不知道 坏了 说漏了 有男朋友了 爸 普通朋友 那 好了好了 您留步我送欧阳警官 再见孙老 慢走 慢走 小鹏啊 我所以 这次这么坚决的回来 并不是捆风捉影啊 因为当初 我见过 爸 这些事儿怎么从来没听您提起过 以前你太年轻了 现在可以告诉你 要不是我在美国股市暴跌 让我负债 我也不会出此下策了 因为它必定是我多年的至交 不 夺人所爱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爸 我看这是天意 要不然怎么会在二十年前 让您亲眼目睹这一切呢 也许吧 我办完这件事情了以后 这摊的生意也交给你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今后不管任何情况 千万不要借钱炒股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大陆 天中 不会有第二次 小月 你为什么没有继承副业啊 我爸是想让我这么做 可我母亲不同意 那为什么呀 嗯 听我爸说 其实啊 我老爷一家 才是在做股丸的 我爸啊 是我老爷的徒弟 文革的时候破四旧 我姥姥姥爷就被造反派逼死了 要不是当时的文化剧长胡飞 安排我爸我妈下乡接受改造 可能他们也会被逼死 文革结束以后呢 我们家就搬回来了 可我母亲身体就不好 我六岁那年 我母亲就去世了 我六岁那年 我母亲就去世了 在她临终之前 她对我的唯一要求 就是不要学股丸这一行 那个胡飞还健在吗 在呢 好像应该是八十多岁了 不过她身体不大好 就一直在医院里住着 不过我跟我爸每年春节都会去看她 当初几个乱闹 我是从部队下来 所以暂时没被打倒 可像李稍安这样的文物权威 就造了样子 我也没办法 保护像他们这样的名 您当时是文化局局长 您听说过虎福的事呢 那是姚蠢 刚进文化局的时候 我就听说过 我曾经问过李稍安跟孙启明 他们俩都适口否认 其实啊 这事根本就没人想想 欧阳 坐下 哎 哎 人老了 废物一个 哪里啊 您气色挺好的 人哪 这一辈子生劳病死 哎 胡老 听说李稍安夫妇 是被造反派逼死的 文革一开始 我们文化局就有了造反派 那头头叫张子清 还是个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 对文物有点研究 以后李稍安夫妇跟孙启明 经常被他抓去揪斗 后来我进了牛棚 就不知道了 等我从牛棚出来 李稍安夫妇已经去世了 再往后 孙启明跟李稍安的女儿结了婚 那个张子清 在武斗当中死了 再后来 我被接到进了领导班子 我当时担心孙启明夫妇 还有什么意外 就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 把他们的命到乡下去了 哦 那您知不知道 李稍安夫妇究竟是怎么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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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我始终替你感觉着危险 我怕你为难 别怕你孤单 更怕你厌倦 我不想眼看着你 坠落在风中 越飘越远 风吹散的是我们这些年 敢亏空的时间 也不敢闭上眼睛 我怕冲了那些场面 里面音乐夹杂着你的笑声 以及你最后的誓言 或许我感到无助 我会怀念你的呵护 我需要你 我一直伴着你回头 从夜夜里走出 让儿现实太残酷 到最后我双眼模糊 我竟然无理督 当你走上那条木轨路 我伸出的一双手 我伸出的一双手 最后却疼痛的烧毁 最后都耗尽了几里的无线